群眾的肢體衝突 目前雙方還在僵持當中 我們從畫面上可以看到 這個戰衆運動發行人 也在稍早六點半的時候 緊急舉行記者會 他呼籲支持戰衆的群眾 要離開旺角衝突區域 香港警方接獲報案之後 也趕往現場 以人牆分開兩陣營 並且將部分的反戰衆人士 帶上警車帶離現場 不過消息傳出之後 兩派人馬是越聚越多 再加上又是週休二日前的下班時間 也讓場面控制更加不容易